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府一名高级幕僚 26日下午在记者会上声称 美国在华盛顿宣言发表前一两天 向中方说明了宣言的大致内容 报道提到 韩国总统府称 26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 促成双方签署了6份成果文件 其中华盛顿宣言 关于建立韩美下一代核心 新兴技术对话的联合声明 战略性网络安全合作框架等文件 由韩国总统府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签署 双边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声明 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签署 报道称 据韩国总统府上述高级幕僚所知 美方事先向中方大致说明了 华盛顿宣言的内容 即不包含与中方直接冲突的因素 该人士声称 中方没有必要对韩美同盟 应对潮核导弹威胁的安排产生忧虑 白宫网站26日发布了华盛顿宣言的内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该宣言中列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旨在让美韩面对朝鲜最近发射导弹 而加强在军事训练 信息共享和战略资产转移方面的合作 CNN还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称 该宣言旨在发出明确信息 即美国和韩国计划在各个层面的做法是 加强我们的实践 我们的部署和我们的能力 以确保威慑信息绝不受质疑 并明确表示 对于任何形式的挑衅 我们都准备以压倒型方式集体应对 在华盛顿宣言26日发表前 韩国中央日报预告称 该宣言的核心内容为 新设核资商小组 定期在朝鲜半岛出动核潜艇等战略资产 以及扩大美国核资产相关信息共享等 韩联社称 作为韩美元首会晤后 首次单独发出的有关延伸威慑的文件 华盛顿宣言可被视为 美国对韩国提出更明确的 扩张遏制担保要求的回应 韩美达成的核保护散协议 不容美国与北约盟友的 韩民族新闻26日报道称 华盛顿宣言是希望与美国共享核武器的韩国政府 与对此只否定态度的美国政府之间折中的结果 在美国核战略资产的使用方面 总统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的最终决定权 此前美国并没有在朝鲜半岛有事时 与韩国政府商讨 是否使用核武器的程度及制度 而此次华盛顿宣言 最大进展就是 韩美能迅速就是否使用核武器进行磋商 但报道同时质疑 目前韩美的核协商框架中 韩国政府的影响力 难以比肩美国北约集团中欧洲国家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